周星石 周星石的喜剧就几乎步步称道银瓶 唐佛库点秋香 酒品芝麻瓜 物状苏其二等 几乎每一部都是经典 百看不业 周星石与周若发 成龙并称为刷周一城 成为电影票房的保证 而周星石也被观众普遍认为是中国的喜剧之王 尽管近些年周星石有演员转型为导演 但他依然对每部电影认真对待 他的电影不需要太多当恐流量明星 一个周星石就是最好的宣传 如今的周星石依然是最有票房好照里的电影制作人之一 然而和许多电影员不同 周星石很低调 娱乐圈中很少会付出他的新闻 甚至新电影台湾粉丝们都不知晓 更何况是周星石的日常 近日 有一组周星石的近照曝光 虽不是老太龙中 却也满头白发 再加上维修蝙蝠 尽管表情上神采奕奕 但也给人一种老太之感 不得不让人感慨 曾经的男神老了 然而 看看周星石的年龄 虽然已有56岁 但比起其他同龄明星 确实是苍老了10岁 比如梁朝伟 在最新电影欧洲攻略中是这样的 看起来犹如30岁 在片中与唐燕眼情侣毫不违和 而实际上 梁朝伟只比周星石小五天 再比如 比周星石大一岁的刘德华 刘初的近照是这样的 就是比他大近10岁的周润包和成龙 看起来了也似乎比他还要小 而早前被热议的比他只小1岁的李连杰 近日曝光的招聘中也恢复了精神器 相比之下 周星石的苍老无不令人心酸 是什么让他变得如此 岁月 还是工作 众所周知 周星石对于工作是仅为挑剔的人 或许是工作上许久的压力导致 还是艺术大师本该如此 有了苍方感才更有魅力 或者是作为实力派 本就不需要外貌来征服观众 总之一代男神真的老了 最后来张曾经的照片 扬扬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